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花空想的时候喜欢看书 但里面的内容她是完全看不懂的 就像添书一样 而这本书也确实是添书 是她在目睹一次空难死后捡到的 她决定这是一种大吉之招 于是一直想从书中找出某种信息 询问了好多人 都没能看懂书中的内容 为此小花还去偷听了 外衣培训班的课程 也依旧没能搞懂书里写的是啥 听全蛋说起张尾巴的事情 小花认为有钱人才会张尾巴 穷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读懂这本天书 然后成为有尾巴的有钱人 而全蛋的梦想就简单多了 只要每天都能见到小花 和她聊上一两句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没了就贴助带着女票来看望全蛋 两人是在公车上认识的 当时两人在车上挤来挤去 就磨砂出了爱的火花 铁柱建议全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结果没想到小花的公车过美 只喜欢坐火车 全蛋的磨砂计划 最终还是没能得逞 得知小花一直都梦想拥有一辆私家车 全蛋想都没想 就辞掉了保安的工作 做起了迪士司机 这样就可以每天接种小花上下班了 在坐司机的坐在时间里 全蛋也见识到了各种奇怪的乘客 里有这个小孩生产的22岁妹子 总是有很多人误以为她是8岁小孩 还有一个就是被头盔与杀死的摩迪士机 对她来说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 死了之后 黑就热爱着这份工作 并且鼓励全蛋 喜欢的人就要大胆去追求 当天全蛋就向小花提出表白 结果惨招拒绝 原因是小花追求的是有钱人的生活 全蛋深受打击 打算上吊一了百了 不料香李嫂突然冒了出来 她已经变成了一只庇护 原来香李嫂去世之后 骨灰被撒到了河里 连雨吃了骨灰 又被渔民补了上来 如此循环之下 就变成了一只壁火 香李嫂一番好心劝说 全蛋最终打起了自杀的念头 一次小花在街上看到 一个老外拿着同样的书 简信他就是那本天书的主人 只是后来才知道 那只是一本意大利小黄书 这让小花很是死落 无法接受 于是跑下全蛋一个人 离开了这个痛心之地 没了就铁柱又找到全蛋 一把鼻涕一把雷 向他讲出被女朋友甩掉的事情 两人同病相连 成了一对天涯沦落人 最后全蛋也离开曼谷 回到了想象 但小花的英雄笑话 还只存在他深深的脑海里 于是又来到了曼谷 却发现一切都已经大变样 每个人都长出了大尾巴 而没有尾巴的全蛋 反倒成了一个另类 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和追捧 全蛋对小花一直念念不忘 从铁柱那里打拎到 小花的下落 这次全蛋决定不再放手 一生一世都要陪伴着他 无论生老必死 或者贫穷富贵 后来两人有了一个小家伙 而这个小家伙 就是投胎转世之后的祥宁嫂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有一种奇幻式的叙事 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 非典型爱情故事 看起来既朝现实 又荒诞无厘头 感兴趣的大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优优独播剧场 目标 目标 目标